現在不會有人用我的電話了 正在直播了 好了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見了 這個角度想好一點 拍到後面那盆花 其實做什麼都很久沒見了 大家也知道 有些朋友也知道 好像我有些生意 終於可以成功 其實 有很多朋友也知道 因為我身體不太好 身體不太好 也想過去那個星期努力 發生了一些很不開心的事情 我也經歷過一些 我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那些事情要稍後再說 因為我今天Live 首先告訴大家 看到我的樣子 都很好的 而且飽滿了 因為真的回到95磅 那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也很努力 因為之前70多磅 分到現在95磅 那真的 真的 大家都說 給我一個大招呼 那 有來有現場觀眾 為什麼呢 其實這裡我開台 就是因為 接下來 除了我那些 大家都知道 例如做Dating 或者是co-living 這個事業之外 除了當然 我覺得我不夠別人 爭 我不夠Keep and How 爭 那些Comset生意 怎麼夠他爭 是不是 有入行組 有CPA 有SSS 有Keep and How 那 還有其他生意 那些生意 真的 我發覺 不要了 不要搞了 我做生意 我只是做那些 收錢少的生意 那 我講現在這個 接下來的Fx 其實我是 違背了我的 最新一個 我的做生意 Velocent 就是要收好錢先的 那 一毛錢也沒有收 但是 因為 雖然這樣一毛錢也沒有收 但是 剛才我說收了這個 不會出鏡的 Fx專家的錢 好 麻煩你 說一聲HELLO 說一聲HELLO 還有 你是有很多不同的LANGUAGE 那不如用普通話 說一聲HELLO 我就 以後 以後 那英文呢 Hello Nice to meet you 你的NICE LICE 大哥 是Nice to meet you 不是 LICE to meet you 你是不是在英國讀書 那是這樣的 N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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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搞不定 是呀 怎樣啊 所以 所以 要跟進一下 英文這些 喂 不要玩我 你英國回來 英國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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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英文好的 不如 我這位 不能出鏡的 因為他公司的理由 還有 哇 厲害的 你想想 SORRY 每天都說厲害的 見到的人 有多少個 不可以記得過 厲害的 是 我立了一個宗旨 就是 我以後做的生意 一定要收錢先的生意 我不會做一些 我不會再做一些 我自己 嗯 不知道做了什麼 然後去收錢 那些 HED HUN呢 再做 麻煩各位大哥大姐 關照一下 我是SORRY TING 不要說這些 說回FX 其實呢 昨天我都 真的 為FX對我來說 都 不是一個很熟悉的題目 那 但是 這個好像光亮一點 有人會問 是不是有人會問我 這個是哪裏 這個呢 其實是我的 你知道我在做co-living co-living是什麼 包租婆 從頭到尾 香港一向都存在 我其實在做一些很古老的行業 不過 不古老只有做妓女 那我正在做這個包租婆生意 這間是我其中一間的屋 在軒尼斯島 是一個普通室來的 這個普通室來的 可能我這樣說 都吵到我的那些租客 我都不知道他們回來沒有 其實 Anyway 我們說一下FX先 好嗎 很多人都說 什麼FX FX全名是什麼 FX其實就是 FORREST EXCHANGE 簡單一點 可以說外匯 外匯其實有很多隻的 就是你 人家經常聽到那些 最卑鄙的那些 就是說倫敦金 那些就最卑鄙 那些就是 不是說炒金炒位 那些是倫敦金 就是你們看到 一到Youtube 放一個倫敦金 就全部那些妹妹有誰 都可以說 是呀 擺了擺了那些勾 那些錢在那裡 我告訴你 找到很多錢 對 但是 你說正式 其實FX有很多 對 有很多 有很多 是 外匯 你說外匯兌換 外匯兌換 也是其中一個 就是你 無論是 現在說銀行 和銀行之間的兌換 或者是政府 和政府之間的兌換 甚至是外貿 和內貿 他們怎樣 將資金 去轉換 這個都適合一個 外匯的方法 嗯 那很多人 會聽到 那你說FX 就是炒 就是高風險 就是炒媽戰 對不對 那其實在風險的角度來講 其實你可以平衡的 就是 你買樓其實都有風險 你10萬元 你買一個100萬的東西 其實你是用10倍的槓桿 同一道理 你外匯 如果你買一個100萬的東西 你是拿2000元的 當然你的風險當然大了 那你100萬的東西 你拿100萬的東西 其實你買100萬的東西 你的風險 真的這麼大 這裏呢 我想問一問 FX金融界的財進 我想數一數一數 金融界的外匯財進 你剛才說 我買100萬 我給2000元 很高風險 100萬給100萬 就不高風險 其實這個是涉及一個 槓桿的操作 其實什麼是槓桿的操作 其實大家都應該熟了 看過大時代 因為 即是孖戰 類似孖戰 我舉個例子 你剛才說了 昨天也說了這個例子 太興奮了 太興奮了 電話簿了 好 我想問一下 例如剛才你說 炒 即使你買100萬的單 你買100萬 你心態是想要配短期升 我走 這個也是炒 其實根本跟孖戰 是炒 其實是這樣看的 如果你是用一個槓桿的角度去看 第一個 你要看一下 你是用多少錢去買多少錢的東西 如果你是10萬元去買100萬的東西 你用一個10倍槓桿 剛才說的短線這個情況 其實現在這樣 外國很多的公司 你都知道 其實他們在哪裡會寫L-gold trade 會寫EA 他會寫一個程式 設定 例如 每天12個小時之內 他會做一個開槓和平槓的工作 而他會找到一個高低位 當然你會說 高低位這麼容易 找你去做 但問題是寫程式 寫EA 寫這些L-gold的人 其實在市場上 不是真的那麼多 而香港很明顯 大家其實都知道 現在香港很欠缺IT的材材 大家經常看新聞 都經常說 香港沒有IT 那就是正正外國 就很多這些IT人 寫L-gold 寫EA 去做他們的價格 所以為什麼外國 可能美國 英國相對於外國 會比較上流行 就是因為 這些投資者 這些投資者 其實他們是有專業的 跟香港現在說的 可能很多人對IT的認識 相對較少 從而就可能出現了 人家說 倫敦金 炒金 炒的東西 影響到香港現在的文化 和相比 其實你外匯市場 說真的 成交量這麼大的事 其實坦白說 你香港 如果你們真的 是用一個投資的角度去投資外匯的 其實來說 都是一個有利可同的情況 剛才你講了一些很深的事情 那麼 老實說 就算我做過銀行 也都做過九號牌公司 你剛才說的事情 都是很深的 不如這樣 這樣 我們是BB班 我這個Live 之後也會放上youtube 還有放在我的blog 看看反應 那 喂 是FSBB班 來的 Algo Algo trading 我是知道的 Algo trading 其實根據這個IT的程式的algorithm去做 其實就是 狀態了這個 trading 其實剛剛專家說的 就是說 無論外匯的市場 其實就好像 Equity的市場 即是股票的市場 這樣 一天當中 它也是有起起跌跌 起起跌跌 而 Algo trading 是不是iBank 等於Computer trading 其實應該這樣說 Algo trading 你正式一點 是它分別這段時間 哪段時間買入 和哪段時間買出 那個贏面 相對來說是最大的 而它是可以換算出 例如是你用一些的 移動平均線 或者一些的 一些的技術指標 去支持 是陰陽觸 那些什麼 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他們是用一些 叫做 即是很多不同的數據 即是不同的一些的技術指標 去支持它們的Algo 那個程式去運行 是 那我想Algo的programmer 可能是一些 國際的I-Bank 即是Golman Sacks Morgan Steine 或者是 Morgan Steine 大白 UVS DOTRA Barkley HSBC HSBC應該也有 不過是不坐盤 不知道現在是否坐盤 第一次是 你去投資股票 其實是分三類的 第一類 就是你自己是一間 銷售貨公司 你遲貨的 你遲貨 或者買貨公司 都可以的 那一會兒就說 什麼售貨公司 什麼售貨公司 那你遲貨 你是坐著貨 然後你去投資 我們叫做 POPI STREET POPI STREET POPI STREET 是嗎 搞錯 他說不能回答 對 坐盤 為什麼會有坐盤 因為很多時候 你知道投資銀行 會幫忙 去包銷 一些 上市公司的股票 可能在IPO的時候 包銷 或者在 做海生意 老闆要放股票 去做Placement 有包銷的情況 雖然 所以 有些投資銀行 他們坐在一起 或者覺得 某一些 公司 或者那個業務 是有機會 為他帶來這個利潤 他就拿了些貨 出來 坐盤 坐盤 就是說你自己去投資 那些 第二種 就是 客人的本給你 就是客人的錢 來的 客人選了一個組合 這樣 就去交易 那譬如 其實這件事 當時是 匯豐 匯豐其實 就殺死了 很多香港的證券行 因為本來以前那些人 就是大時代 他們打電話 去Buker 那裡 Buker再打去 聯交所 坐在那裡 有號碼的人 這樣買的 那些就是 幫客人下訂單的 一種 下訂單的人 就叫Diller 或者Trader 或者Trader 他們都 要是有坐盤 要是幫客人 要不然 他們也有再分 是 retail 還是 wholesale 那這個 不關FX 那或者FX 有沒有坐盤 這些類似的概念 呢? 其實FX 如果鹹甲一點 來說 你分為三類 一種 就是Market Micra 就是你剛剛說的坐盤 另外一種 Market Micra 沒錯 這個也是新近才有的字 另外兩種就是 一個叫ECN 一個叫STP ECN是什麼呢? ECN其實 你做的交易 涉及一些公司 會和你對盤 亦都可能是 你將你的款 和其他客人做的對盤 很簡單 你買歐元 但有時候 我購買歐元 那我的意思就是 我和你對盤 這個是不是自動對盤 這個是自動對盤 但是是不是一個系統 去搞了那麼多 就是你知道 其實這個也是適合到 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 他們會一個很大的藝口 然後呢 就裝了你們自己 可能你們自己有交易的時候 自己的資源 就是 是不是有一個 就是 central clearance 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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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行內 就是說如果 如果我們公司 那些限量很大 就像那些 路透社 Thomas Reuters 他們自己本身都是 EFX 或者一些大一些 EFX Hall 那些公司 其實他們有很大的交易量 那每天 一定就賣歐元 賣歐元 那一定他們自己 就會對盤這款 那這個就是 其實一些 大公司 的micro maker 商量 當然 有一些可能 比較小一些的公司 他們直接做官 就是說 他們真的和你對 但是他們的公司 可能相對的 規模比較小一些 或者他們沒有拿 規制 完全不合規的 那基本上他們當然 和你對 因為他們沒有監管 那和你對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他有監管的話 即使他就算和你對 管的話 其實都涉及 包括你英國的話 你有SFC 去監管他 你香港有SFC 去監管 那你就是 這個監管的 這個情況下 是會令到你 在一個最公平的情況下 去有一個最好 最完善的交易 喂 那你又說過 如果我不是拿正牌的 這個牌是甚麼牌 Fx是甚麼牌 如果你在香港 就這樣拿牌 SFC 三號牌 三號牌 三號牌是做貸 那你還有一個 譬如好像Equity 都要拿一四 其實 三號牌 你如果是有一個 他本身有在銀行做 即是是一個BuySide的 Trader 有一個很有experience 有三年experience的人 其實他可以做一個很 那他可以代表 就是他在公司裏面 自己做貸 幫公司做貸 也可以 或者他 是有些客人 可能會給很大的錢 給他做投資 他可能會自己 一個團隊 去幫這些客人 去收一個 去支付貸 那這個 你剛剛說的一四九 就是你狗 你當然不知道 但三號牌 其實他自己已經是 涉及到可以自己去 trade 但當然你要有一個 RO 是他 有三年的 trading experience 不止一個 兩個 其實一個 是monitor 一個是unconditional RO 一個是conditional 是問題 剛剛說的 conditional 這個是正常的 broker 但我剛剛說的一個 不是說 只是說這兩個問題 而其中一個人是需要 有trading experience 你才可以做一個 九號 即是你 俗稱其實人家 一般就是149 拿完一套 你就是group 通常拿9多些 對 九號你就幫人trade 九號不是幫人trade 九號是SS manage 或者自己trade 對 自己trade 三號其實都可以自己trade 不過你三號 一定有一個RO 他本身是有幫客人trade開的 三年的 experience 你才可以幫客人trade 但我先做一點點recap Let's recap in kindness 首先 剛才不肯上鏡 亦都因為自己身份不上鏡 那個呢 其實他自己都是RO 預備做RO 他講了很多話 可能一些未必每一位都知道的金融世界的知識 或者現實 我先做一點點補充recap RO是什麼呢 RO全版是responsible officer 從香港從事banking and finance活動 你一是做銀行的 你做銀行就守香港銀行工會 即是香港MA 跟那個什麼Marketing的香港MA 兩個世界的事 銀行工會就會governance不同的銀行 如果大家記得你中學讀過economics 你應該知道香港的銀行有三個層 第一個層是一個license bank license bank即是一個retail bank 即是你平時personal finance的那些bank 就是license bank 另外一個就是recepted license bank 他對客戶的存款是有一定的要求 即是高的 你是retail bank 你只有10元你也可以去開銀行戶口 但recepted license bank 已經是要有一個特定的金額 存款你才可以去開的 其實recepted license bank 相當市場是哪些bank 就是PibIT bank 即是PB 第三個就是 我忘了名字 還有第三個 我記得了 剛剛說的沒有稿 不記得了 還有一個就是 Furder Recepted License Bank 他要求客戶的 放在那間銀行的存款更多 那這些是什麼鞋子呢? 這些是I鞋子 所以香港金融機構鞋子回來 其實你要做任何事情 你都要知道那些法律是怎樣 因為它是規範了你做什麼的 OK 講完銀行 我們講一下SFC擔任什麼角色 SFC擔任一個角色 它就是證監 它就是監察所有 一些它很廢話 Totology 我跟著說 它就是監察所有它覺得要監察的資金融機構 它有9個牌子 1號就是你可以做股票的優惠 那就可以為你的客戶提供意見 就是說我不可以跟你說 買5號吧 匯豐什麼什麼會升 我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有辦法的 如果我這樣說 我根本沒有這個資格去說這句話 然後第二就是4號牌 4號牌就是出來 2號是D-Link的方向 不是 我說1494 4就是你可以Future 就是你買股票可以買Future 期貨 4號是期貨 不是嗎 2號是期貨 4號是什麼 4號是Advise 4號是Security 哦 1號就只是做D-Link 4號是Advise 4號是Advise 2號是Future 2號是D-Link Future Future Future的 Advise是5號 Advise是5號 6號是Code Fund Code Fund 就是IPO Syndicator Loan 那些東西 接著或者做Placement Placement 就是說有個老闆 他可能有間公司上市 通常都經常發生的 然後老闆說 沒有錢 我要再公股 或者再怎樣 放多些股票在市場 這個就是Placement Syndicator Loan 就是香港地產公司 整個天都做的 為什麼呢 其實香港的地產公司 就像我這樣 我也是在李嘉誠先生 我身上學回來 因為我身邊都畢竟工作了一段時間 雖然我不是做地產方面的事情 但是也學了一些招數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 地產公司去做的項目 他們都不是用自己的資金 他們會做一個銀團貸款 是宗文叫做 大家在報紙看宗文報紙的時候 可以看到銀團貸款 英文叫Syndicator Loan 這些東西通常就是 6號牌去做的 7號是做什麼 7號是自動貸款 但是這個比較少 7號是自動貸款 不少的 因為我知道 其實高門賺的最多就是 computer trading 但是正常其實 上一段時間 真的不太多 那因為你沒有 你不是去到那個 就是那個equipment 你有那些IT的equipment 和那些program 才做到的 是的 自動貸款 自動貸款 然後 8號是什麼 8號是什麼 Security Margin Finance Security Margin Finance 這麼有趣 就是什麼 這個東西又是比較小 不是 我記得 支持梁振英 前麥天使那個 他不是搞了一家東西 然後倒楣了 他搞什麼 他搞什麼 他搞了commodity 對吧 commodity 不關這個 我記得他好像死了8號 他是死於8號手上 所以8號 你出口8號是什麼 你靠了Security Margin 但是其實 你正式拿8號的拉成本 是很少的 是啊 他不是死了 所以你問我 正式做什麼 其實 你在看什麼 你在哪裡 什麼的 對 我的意思是說 8號 相對我沒有死 但是8號是做什麼 Security Margin Finance Security Margin Finance 喂 那你 是不是借錢賣股票 是不是 我覺得不會是 你 我們再查 我稍後再補充8號是做什麼 因為我記得好像是 這個很少見 我記得是將政員來做這件事 然後破壞 然後搞不定 沒有人付錢 他自己又不知為什麼 說了 8號很邪 9號是什麼 9號是全世界最喜歡的那個 拿牌 你又容易拿 那些人工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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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真的 就是電話騙你 我是資產管理中心的 看看你有沒有興趣借錢 這些就不是來的 麻煩政府快點立你 資訊 資產管理中心 和資產管理中心 和資訊 大家不要亂用 證明銀行 我不可以說我是Sony Sony Bank 我不可以這樣改我公司的名字 那政府發點下來 針對這個 資產管理中心 和所謂的資產管理中心 大人 拿9號鞋 快點立你去監管 他沒有被騙人 說完9號鞋 這1、2、3、4、5、6、7、9 是證監管理中心的活動 但是香港 是有為數不少的公司 都是經營 即1、2、3、4、5、6、7、9 但是他們是 現這個窗口 是 Project Equity 或者Hash Fund 你有沒有東西分享一下 因為一開始我們這個 Fx BB班 你首先要知道金融外資產 我覺得起碼要對這個環球的經濟發生什麼事 是比較清楚一點的 那這個又是一個MACCO的東西 就是你要知道這個美金為什麼強 最近在美國 之前經常說要加息KKK 那你美金強歐元 你要是很MACCO去看 你才會看多長時間 是要投資的 這跟他之前說的那個MACCO trading 是兩樣東西 MACCO trading 只是看著 哦 升了多少%就放貨 然後多少就買回來 是一個比較技術的方法 那你剛才說的那個長線其實是一個 基本的方法 無論你是股票也好 外匯也好 Fix income Fix income 說來說去 都不知道他改得這麼好的名字 不是要把堂嗎 明明就是Bond 這麼簡單 要搞Fix income 然後還有很多期貨 有一期在中環香港站那裡 有行人電梯 怎樣說 行人電梯 我記得有一期 有一間中資行 叫他買 commodity 我真的覺得 哇 你需要不需要這樣啊 commodity 你炒輸了之後 你要接貨 大哥你買 你買棉花 commodity 買粟米 粟米 commodity 你看它跌 結果它升 你就要付錢 是不是 OK 你看它升 結果它跌 那你就要接貨了 那你怎麼接呢 commodity 那我覺得那間 那間 那間 通常都是那些 入口溜商 要需要到業 那你 喂 你在地鐵站那裡做這些宣傳 叫人買commodity 你真的叫那些散戶買 你怎麼看 institutional 那些洗鬼你叫嗎 如果我自己 我想他的廣告策略就不敢看 他可能就是駁又一個人 去institutional 看到這個廣告 可能這樣買 我覺得不適合 不適合 因為你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時候你會展的那些 放了一些banner 那些institutional 其實他都是幫你一次 一個客戶進去做了 那他一單東西 就蓋了很多東西 那這個institutional 只不過是 by definition 它是institutional 但不是在這裡 去institutional 我很相信 哈哈哈 你如果是institutional 我需要 由來以久 你自己身邊有一班banner 做不同的事情 都已經有了 這個都說了 軟跪了 基本上 fx是什麼 fx是什麼 剛才說 其實都很詳細 他們說 就是 你 你要游 真的 BB班開始說 為什麼fx要fx呢 其實 我 為什麼fx要fx呢 fx叫fx fx就是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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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的 很長的 他們都省略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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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叫來叫去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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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真的 真的懶惰了 我們叫來叫去 股票也要股票兩位置 在歐洲裏面 他們做事 你知道歐洲的公司 其實都很難 6點鐘 平時就是喝杯咖啡 很開店 在做事 他們的性格是這樣 對 對 OK 我又回憶一下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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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 Fx Fx F3 Fx Fx N Fx Fx 你去旅行 為何用AFX 這個例子很好 給我讚你 你去旅行 去旅行 那些那麼深 你都要看Yenzi 我現在是否真的懂得去旅行 但貴了那麼多 我都去旅行 我這期當然不去 你這個已經是 起碼都要對外匯市場 如果你去旅行 去得多的話 去不同國家的話 其實你得外匯的熟悉度應該是會高一點的 那你就會看 你會經常看著 我什麼時候去日本 例如我去日本 現在你日本約了那麼多 我當然要去日本 但可能是四、五年前的 如果還在高企的時候 你當然不會去 但可能很多人 他就未必這樣看 他可能覺得貴 便便便便去 但如果你真的做開這一行的話 你會覺得這些地方太貴 我不可以住 這些地方好像歐洲 現在便宜 現在英國便宜了 那我當然要去英國 那你會是 就算你買車也是 買車你都懂得看 或者現在歐洲車便宜 你買歐洲車 對不對 前期的 以前就是之前 不是 現在其實日本車便宜 之前的日本車便宜 比較貴 那你自己就基本上 你就會知道 這期歐洲車便宜了 如果你看到外匯的話 你就知道這期歐洲車 或者英國車便宜了 那你美金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呢 本身你美金和港幣掛鈎 之後不知道 將來如果掛人民幣 或者其他便宜了 港幣掛鈎這件事 其實都有很多 因素 亦都限制了香港很多的政策 是不可以做的 譬如 其實我們有 有資金和平衡政策 有兩種政策 在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 他可以運用這兩個政策 去調控自己的國家 或者自己的市場 或者自己的地方 他的貨幣供應 或者是那個 會影響到市民的 譬如 它 譬如 它 譬如 它 它 譬如 它們在想一些政策 是 以外 放在錢那裡 那就是我們 因為 我們 港元和美元 是聯繫的 就是 是約7.8 譬如 譬如 港元太強了 那金管局就會 換回一些美元回來 就是令港元不太強 那如果 港元太弱了 它就會買回一些相關 就是它就會買回一些 美元去撐回 我沒有說錯 我沒有說錯 我說沒有說錯 我沒有倒轉來說 你這件事 喂你這麼聽 我撐你 我真的不是很熟 你說這件事 搞錯 你不是做外匯嗎 那外匯這件事 那你外匯 你fiscal policy 網絡 policy policy 就是 其實 我平時 可能看過那些 L9EA 我也未必看過那些 網絡片 就是那些 經濟這麼新人 因為你其實 說真的 你知道那些 他們有多少國債 那些欠債 黑卡拉野 他們其實是貿易赤字 其實 你最重要看的 我的立場 我覺得 你要看一下 究竟現在他們的經濟是怎樣 那你外匯那些 那些 其實 未必真的實實在 再影響到那邊的經濟 那這些 其實你體力 不是太影響到那個 就是我的看法 不是太影響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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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個 是平常的嬰兒班 那我 OK 是 你說什麼就什麼 說什麼有趣一點 這些東西 很多人經常會聽到 倫敦金 倫敦金 那麽 其實為什麼會有一個 炒倫敦金 為什麼 倫敦金經常會有 倫敦金騙我 一聽完 倫敦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想問你是第一次做 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倫敦金 其實我剛剛畢業的時候 我又不是 我先介紹一下你背景 你讀什麼 讀過 我告訴你 我開過整個學 你都知道我是誰 你算吧 你 我當然不能說 這個 我知道有人 繼續很聰明 但是又不是讀 事業的 那你講真的 又不是讀財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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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香港 你香港有30幾間公司 你只有60幾個 是啊 那些人很厲害 鏡子都可以出 那 那 就是這樣 說多一句 這些都是幫幫Dating的 members 可以 有女士在看的 但是我真的有 金融才俊 不是 還要是 還要是 180cm高 唉 好了 不要說這些 記住說FHES 你已經透露了 如果他在金融街 省環在我這個行業 搞少少都知道 喂 大哥 你180 你得到180嗎 不是 不是 只是一樣東西 你說幾樣東西 喂 喂 如果我這個Facebook Live 可以讓人猜到你 我送一份禮物給他 好嗎 我陪他吃飯 我陪他 猜到那個 哈哈 對 你這樣開完想 哈哈 這個可以了 是不是 可以 猜一下你是誰 猜一下這個 R.O.O. 是誰 Facebook 是誰 不是R.O.O. 就是 R.O. Candidate 是 那 那 怎麼樣 OK BB班 就是 循序漸進 首先 就說回 其實Facebook 就是 Foreign Exchange 即是外匯 外匯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每個國家 或者每個地區 就是 就是 歐元地區 這樣 它就有自己的貨幣 那 那 外匯的存在 其實 其實 你會 想想 例如 香港 或者美國 它自己有自己的 貨幣 那這些貨幣 我們做什麼 其實就是 有 幾個 層次的東西 對了 那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比如 剛才 金融財進 也說了 你去旅行 你便會換 你便會換外匯 是嗎 那 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 就是 我們日常生活的層次 說的外匯 OK 原來外匯 基本上 有 我想有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就是國家與國家的協定 是不是 對 因為 其實 我們以為 或者有人 覺得其實 國家自造門前說 但在外匯的世界不是這樣的 或者你解釋一下 國家的層次 外匯是怎樣的 一件事 其實 就 打個比例 就好像 歐洲和美國 是 那你美國 會連定時 定時定期 都要買你的國債 或者歐洲 你不買我的國債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對沖 一些風險的時候 首先 可能要保留一些 你們的波位 嗯 從而我們可以做到 例如 OK 假設你擺了我們的國債 我每年是要 即是給我一個息 或者給我美金的息 但是問題是 你會覺得 不是 如果美金太強的話 如果美金太強的話 當然對我來說 當然是有利 是 如果美金弱掉的話 怎麼辦 我有一段時間 就要對沖 一個風險 去做一件事 不過 很多人 有時候會說 美國國債的知識率 KK 其實 都是看回 美國現在的經濟是怎樣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 政府之間 會有一個 息差 就是說 現在你借我的錢 是多少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 就是 你借 其實我 自己是我的貨幣 去借給你 我自然就會有一個 息差 但是 其實 當然 有些人 他們一定會 這個東西比我熟 這個我就不拋書包了 但是我講回 國家和國家之間 其實 他們本身在外貌上面 他們要平衡他們的尺寸 基本上 他們都會持有多國的貨幣 就是 他們持有多國的貨幣 就是 如果我跟澳洲 真的 好像中國那樣 對我跟澳洲做很多生意 我都會 為了一些成本的問題 我會 保持著 對沖澳洲紙 或者想 保持著我的成本的時候 我自己 例如 我假設 我是要擺澳紙的 就是 我再簡單一點 就是 你中國政府 可以跟澳洲做生意 基本上 澳洲 如果它不斷跌的時候 我買它 當然是 正 但是如果它不斷升的時候 我又要怎樣 我可能是 要鎖定 價錢 去彌補我們 外貌 是不會太虧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 怎樣 你 不是 我正在搞這些事情 在聽 大意上 但是 這個 就是 國家和國家的層面 其實 很多時候 他們基本上 需要 每一個 季度 都會 去 調整 他們的外匯 儲備的情況 好了 我們說了國家的一個層面 就是說 其實 國家和國家之間 都有一些交易 譬如 美國說 我 政府不夠錢 我 issue bonds 我issue這個國債 買的人 除了是美國人 還有其他人 而且會在這個政府的層面 買的 政府 固然之 大家持有對方的國債 好像 有人質 大家持有對方的人質 但是也是 投資 或者對沖的一個 方法 OK 我們說一下 第二個層面 就是 銀行 銀行 對銀行 那個呢 銀行 對銀行 就是說 如果你 例如 例如 UBS 這樣 UBS 你每年 你 例如歐洲 假設你有10億生意 是 亞洲 你香港 不要說到太多 國家很複雜 香港 你有做10億生意 正常 你一定是 持有10億的港幣 和10億的歐元 去維持 你本身歐洲 和香港的生意 是 OK 如果 你明年 評估 覺得 我下年有機會 我們可能需要 多些的流動資金 在香港 去做更多的生意 的時候 我自然 可能要在歐洲 調動一些資金 下去 香港 去做更多的生意 這個就會有一個 改變 這個就是說 自己本身的銀行 自己的銀行 但是當然 如果他自己沒有資金 怎麼辦 他就要問 別人的銀行 是 變相來說 我又不想對付貨幣 我這個時候 要怎樣做 我便在香港 其他銀行 VBank VBank 去借錢 去一個 這些銀行互相的拆借 我都可以講講 我用我的比較簡單的語言 去講講 這是什麼銀行的拆借 其實之前在金融風暴 即是我們比較索羅斯 去搞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有印象 聽過這個銀行的同業拆借 他用貼現槍的方法去解決 其實 說的就是 銀行 有客人 他自己也會有投資 他自己也會 有客人有自己的投資 還有他也提出了不同的 資金的產品 包括一些 組織產品 或者一些 Facebook Income 即是債券 等等 那些 譬如他提出 他買的東西是 我們香港銀行 我說回香港為主 其實香港的股市 是很熱鬧的 也有很多行 就是有很多散戶參加 但我們不說散戶 不說社會 我就說銀行 其實很多銀行 都有自己的部門 去做自己的投資 好 那譬如 今天說銀行 他們全部都看好 行信 升上380元 神經病 那譬如 我想要升了 可能銀行很快去到30 3萬點了 那譬如 一間外資銀行 譬如 高雯沙 他覺得 不是 會升了 特別我看好 李先生那隻 匯豐那隻 會升了 那他就會 入了一個訂單去買 是不是 那到晚上結算 那他是外資 來的 發覺 我不夠港幣去找那些 我買的 即是 我買了長和 我又買了匯豐 那是香港的市場 買港幣交收的 那他 晚上他發覺 就說 我不夠 不夠港幣去完成這個交易 那他就需要在晚上的時候 就要有一個銀行 互相拆席 在香港是 全部銀行都會參與 那他就有不同的利率 即是每一晚都 因為其實都是在 供應和供應 因為每一天的銀行 各家銀行都會有各個的 活動 影響到他那一晚需要多少錢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 金融市場的 一個金融市場的範疇 那還有 這個BB班都說了一段時間 我又不想說了太久 那已經失去興趣 那就說到現在為止 那我希望 至少大家的 take away 什麼時候訓練 以前會訓練 take away 第一 FX為甚麼 FX是外匯 那麼 FX是怎樣來的呢 基本上是 因為我們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地區 用不同的自己的貨幣 在國家互相做生意也好 或者做一些 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 我買你國債 你買我國債也好 或者是 下一次我們會說一些 比較貼紋身的事情 例如 一些貿易公司會怎樣做 或者普通市民 我們在說 我們去銀行炒 澳市 大家都可能很熟 那些 其實那些 背後是甚麼 下次會說 所以這次 take away 就是 Foreign Exchange 也是 在這個金融的世界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來的 因為 所有股票 甚麼 期貨 即是 commodity 或者貴金屬 其實你 end up 都是貨幣去交收的 不同的交易就在用不同的貨幣 所以 我是這個國家 我有這個貨幣 但我還要買你的東西 那我當然要用你的錢去結算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 最簡單的 為甚麼在國際之間 他們需要有一個外匯 一個 外匯都 不可以縮以形容這個概念 其實真的是用Foreign Exchange 真是他們需要做一個交易 他們的 currency 才可以 整理到他們每一天做的事情 另外 再想說 就是 外匯是 從股以來已經有的了 剛才金融財總提出了這個倫敦金 我們下次會說一說倫敦金 是甚麼一回事 它本質是甚麼一回事 而且走歪了 變成騙人是甚麼一回事 甚麼人是騙人的 怎麼騙呢 這樣 還有自己一回事 能不能玩倫敦金 怎樣才能玩得好 我們下次再說 看看大家 如果有留言的話 可以在這裏留下 這段影片 亦都會 下載上來 放上youtube 還有都會放在我專頁 其實都是 試一下究竟 我的不同的網絡 有人 試一下我不同的社交媒體 的表現 究竟到哪裏 可不可以繼續 介紹給大家 有這個 FxBB班 這個 的 大家如果覺得 我看到大家 有給我鼓勵 謝謝 我知道 都長的了 都不說了 對了 這個FxBB班 甚麼時候再開台 就 看看我的心情 是吧 哈哈哈哈 或者看看財政 甚麼時候 我們下次甚麼時候說 甚麼時候說 逢禮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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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吧 好呀 逢禮拜四 我看看可不可以 將我們剛才的 聊天 的一些 訊息 或重點 這樣 我們的目標 是甚麼呢 財進 當然是想 推銷去自己公司的東西 大家一起玩 FxBB班 其實我都不是玩 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外國呢 外匯市場是真的很熱的 但是在香港呢 我覺得在香港現在的 樓價不斷上升 其實可能是香港人 對 投資產品 對 對投資產品 他們基本上 甚麼都不相信 就是經常滲漏 形成了 其實抹殺了很多香港人 對投資的東西 就變成只有一個 一個 一樣的投資就是 貨物 貨物 但是其實 作為香港人 如果你看到 外國人 或者他覺得 其實他的投資是很多元化的 其實我們作為香港人 我覺得 其實 投資應該是大陸的 想買去買的 如果可以多不同的途徑 他作為一個 investment 也好 或者儲蓄也好 他多一點去了解 這個外匯市場 一個近海 剛剛就被一個打電話進來打斷了我的畫面 我們今晚就講到這裏 大家給一下反應 給一下支持我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FX是怎樣的 無論多一個知識也好 或者多一個遲些可能可以做的投資也好 我覺得都蠻有趣的 大家都不用只聽我 只說那些心情 難道不斷打電話給我做什麼 我正在直播的 你先說什麼禮物 什麼禮物 你剛才說猜到我是誰 打電話給你 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是誰 我不認識的 不知道是誰 你拿禮物 我禮物是陪他吃飯 我陪他吃飯 我陪他吃飯 我就請他吃飯 得到我出來陪他吃飯 你猜那麼容易 好 我們下星期四次再講 其中我看看可不可以做回 Transcript 或者一些重點 在Facebook blog 或者linktint 都會寫出來的 希望大家留意我 那 喂 怎樣 要不要擺放公司卡片出來 買一賣廣告還是怎樣 那我不用了 我們家人訓練好像是一個神秘感的 我想大家慢慢要解一下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原來是這樣 我即興而已 有人也很即興 可能聰明的人也很即興 因為我們能管理得到 OK 多謝大家的觀賞 今天的Live 即Facebook 班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們會有follow up 即今天的session 包括可能會做一個Transcript 出來 或者寫一些重點出來 就會放在這裏 Facebook 還有blog Twitter 你知道的 社交媒體也會看到這個 關於今晚的Facebook 班 你猜原明明會不會過抄襲 Copycat 他那個什麼政治BB班 政治BB班 他開了政治BB班 還有一個是有些 不知道教什麼 現在有很多BB班 有很多BB班 那我不是抄襲 因為有很多BB班 有很多BB班 有金融BB班 什麼 金融BB班 金融BB班 騙人 一分鐘就講解一下那個什麼 有興趣就是這個 問號碼的 是嗎 那些問號碼的 問號碼是說那些 金融那些 那你 他問什麼叫炒媽 他會講解兩分鐘 講解 炒媽就是要訓練 我們不講這些 我們專注於Facebook 我們都是沒有稿的 真的拿自己的知識 希望我們每個星期見 我們自己都在我心裡知道 每個星期多些知識 不要一次過蓋 如果大家有Face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提出的 我先問我開了項目 我開了項目 Face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為甚麼不可以我停 大哥你不要不要離開我停 嚇人 好 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